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网站4月19号发布了美国海军舰队在全球的最新位置信息 根据示意图显示,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已经重回南海 报道称,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于4月16号在关岛短暂停靠 在进行了物资补给和人员轮换后返回了南海 另据太平洋每日新闻网站的报道,与罗斯福号航母随行停靠关岛补给的 还包括邦克山号巡洋舰和拉瑟尔号驱逐舰